还有一个是很有趣 这个中俄背靠背 关系不封顶 但是中俄之间 但是这个中国 国营银行当中有几家 最近拒绝被制裁的 俄罗斯企业 拒绝跟他们付款 这很特别 对不对 会给大家一个印象 中国竟然不挺俄罗斯 嘴巴伤说挺 但是你看到 有国资的这个银行 竟然拒绝向俄罗斯企业付款 当然了 资势体大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立刻被问到出来解释 这个跟双方的友谊 没有关系 受到第三国的干扰 你怎么看在金融上 这些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我觉得那个中国大使馆 那个大使这个说法 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高 他是第三国的干扰 可能他这个支付的时候 有经过第三国 把他这个延宕 要不然的话 中国大陆并没有配合 尤其美国还有这个欧盟 对这个中国 对应对对对这个 对这个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 那当然如果说他今天就是说 还是要透过第三方进行支付的话 这种支付管理第三方的话 那事实上的话 是有可能被干扰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现在这个进行了很多讯息都要查证 我觉得不太可不太可能 然后这个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实体制裁 制裁印度 其实德国之声 做了好几集节目 就是说欧盟对于 整个俄罗斯的制裁 基本上是完全失效 因为他有好几个破口 破口今天就是说 你不能够交易的话 事实上 欧盟的公司事实上是没有跟 被限制是没有跟俄罗斯的公司交易 可是呢 欧盟跟乔治亚的公司 跟亚赛办人的公司交易的时候 甚至土耳其的公司交易的时候 那么他们买的交易的商品 最后的交付国是俄罗斯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发现俄罗斯的武器里面 还有非常多的西方的零件 那这些零件都是被制裁的 这个交易的对象 但是印度之前就是大张旗鼓 公开做这个也没有被制裁 但13轮倒是轮到了他 对啊 那这个公司 他要就全部把这个 把这个印度的所有企业一起 进行好了 原油跟天安西的公司 所有全部禁掉嘛 禁得了嘛 忍到了第13轮 终于忍不住 象征性的意思一下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次 拿印度开刀啦 印度看他要怎么回应 不过我不认为 印度只有那一两间公司 去跟俄罗斯做交易 不太可能 这个就是象征性的 对象征性的 乌克兰自从丢了阿富迪夫卡之后 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在这个进攻 就采守势 那当然这个噩耗不断地传出 进入第三年 阿富迪夫卡旁边的四个城市 又丢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 很多这个记者 跑到乌克兰 那两年了嘛 两年来你们过什么日子 有很多低手的描述 真实的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这个战争当中 失去某个他们所爱的人 周边每个家庭都充满着悲伤的故事 我不再想未来了 因为明天可能根本不会到 超市里面的日用品食品都涨一倍 现在还在涨价 战争当中最大的心愿就是活下来 但这个心愿也很难达成 我让丽将军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阿富迪法卡丢了 旁边四个城镇再丢了 然后呢 还有请教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 还要在枪杀这些手无寸铁 抢这个食物的一些难民 我觉得以色列做这种事情 这个西方世界真的是双标 这就是标不准准的战争罪 你说这不是战争罪 什么叫战争罪 那美军当初在越南的时候 说美来村事件 也是因为枪杀了一些越南的 民众美军自己就把这些人移送法办 那你现在来讲这么明目张胆 实施大屠杀 那跟当初德国屠杀犹太人 又有什么两样 我有看到这段影片 那真的非常残忍 不忍心看 是在黑夜的时候 凌晨快天亮的时候 他是用战车开进去 对着这些民众扫射 那怎么这种动作做得出来 我觉得这已经是 已经丧心病狂到极点了 那我特别要讲说是 俄乌战争这一段 其实我们要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 东西方的军事思想是不一样的 我们东方中国就是最后讲究融合嘛 但我们历史上面有很多个种族 有很多个民族 也发生过彼此的一些征战 对不对 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现在 那打到最后越打越融合 越打越融合 最后变成中国一个大国 这从春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 那现在来讲不管是 我们所谓汉马蒙回仗了 概略初略来分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种族 之间的彼此互相的那个 我们东方思想讲究是 最后是要融合 讲究是一个治理 但西方他们不是 他们讲究的就是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我们看例子上面来讲的话 俄罗斯原来是一个 只是一个小公国 它又不断的扩张 它向东来讲一直扩张到西伯利亚 那像西来讲的话 它就经过几次的战争 它一直扩充到波兰或这个地方江界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认为你对我的威胁是很大 但欧洲来讲的话 跟俄罗斯也发生过很多次的战争 从拿破仑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跟我们讲说西线无战事 就是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跟苏联之间的战争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 也是德国跟俄罗斯之间 彼此的一个战争 双方来讲 在这几次的战争之中 死伤人数都很大 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如果说我让你活了 你就会来欺负我 那我如果强大了 我一定要保障我自己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就是 北约不断的扩张 然后俄罗斯来讲的话 就是不再退让 对双方来讲 目前增值的地区就是在乌克兰 所以因此而爆发了这场 乌克兰的战争 也就是这个欧洲跟俄罗斯来讲 彼此互相为了生存 他们的观念来讲 我为了生存我一定要振夺这块地方 那俄欧战争打到现在 目前来讲的话 你说欧洲有没有进去 早就进去了 从我们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这亚述钢铁长 那时候大家在那边讲说 这钢铁长里面有没有大鱼 还是有美军顾问被炸死 对就每天在那边讲这些事情 那第二个我们在讲说 我们前两天所看到的 可是德国把它讲出来了 对美国来讲的话 这个海马斯的火箭弹 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的命中在俄罗斯操场上操演的这些士兵 一下子打死了六七十人 那如果说是不是美国西方提供的机制情报 他怎么可能说这么精准在这么准的时间 打到这么准的地方 而且用了这种武器用这么对的武器 直接从空中撒下这种弹株弹 把这地面上面所有部队都击灭掉 另外我们看到不管是俄罗斯黑海舰队 好多大型的军舰被打沉了 那如果说不是西方提供这种即时情报 他怎么可能做得到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讲 所以要这样讲北约早就参战了啦 北约早就参战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次阿富迪夫卡 很明显那天我有讲 就是俄罗斯 乌克兰被俘虏的俘虏里面 其中有五个旅嘛 是建制的五个旅 那另外还有很多 就是他们讲说雇佣军 外籍雇佣军 就是英美的雇佣军在里面 那我特别要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一种武器的操作 不是立刻就可以培养得出来的 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那现在操作英国暴风影的飞弹 这种飞弹是谁在操作 我们大家可以打上一个问号 这边爱国者飞弹 乌克兰还有能力去操作 这种高精准高科技的武器吗 那就是英美 我合理的怀疑就是英美这些人 用这种雇佣军的方式进去 去操作这些武器嘛 就是英国的暴风影的飞弹 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大概这些武器应该都是英美的军队 这种换一个身份进去里面操作 所以他早就进去了 那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要进去了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到说 其实乌克兰也挡不住了 你要知道这次的战败来讲的话 俄军已经开始实施我们军与上面 所谓的追击作战 所以说他的人都打光了 他人不但是人员已经被打光 而是他可以操作这种高精准的武器 也都被打光了 所以他没有人再能够操作这种高精准 高价值的武器 那北约当初去年的时候提过给他 帮他训练的九大金刚 就是九个旅 完全是北约的制式装备 包括战车啦 包括火炮啦 在美国的M77的火炮啦 或者是说这个鲍二战车啦 这九个旅也打光了 对啦所以这个立将就我们从真正的这个军事力量来看 乌克兰就真的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这个反攻能力 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说欧洲北约这些国家 他想要说我避免不要再被俄罗斯打的话 他就进去要打了嘛 所以说为什么马克宏讲这种话 从他讲这种话 从来我们就可以判断了出来说乌克兰大概就是 就是已经守不住了 对对对对对了 那后续来讲的话他们会很担心说你会不会继续打我这边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2024的这种捍卫者演习 在北约国家里面动员了九万大军 已经开始在实施动员做到 对这规模最大一次 而且我们看到他是跟 他是就是接近这个普丁选举 希望能够影响大选 但当然目前看起来普丁声望还是很高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堂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Boofeel feel good